我们在一起快一年了,最开始我觉得他文质彬彬的,性格也挺好,交往一段时间之后想和他结婚,但每次我提出结婚的想法,他总是回避我,而且现在脾气越来越大,经常抽烟喝酒,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他总是躲着我,我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就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能处就好好处,不能处就好就好散。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王先生47岁,来自山东个体,雷女士48岁,来自山东销售,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交往一年多。 快一年了。 快一年了,这就想结婚了。 是。 那么急啊,第一次跟他提要结婚什么时候啊? 是这样的,当时认识他的时候吧,是在正月里,觉得他人不错,戴着眼镜,人之彬彬的,笑眯眯的,觉得也是我喜欢的类型。 就跟他正式交往了,去年国庆节的时候吧,我觉得我们年龄也挺大了,就接着过节,我就做了一桌的菜,但是我们在喝酒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结婚的事情啊,给他提出来了。 没想到呢,他立马就变脸了,当时就说,时机不成熟,说以后再说。 我呢,很伤心,所以说,想来说道说道,我老是想给他好好谈谈,他老是躲着我,哦,他躲着你啊,因为他躲着人家啊,因为你们呢,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上半年结束的时候还挺好,啊,到了下半年呢,发生了很多事情吧,啊, 我同我朋友介绍,缩了一些,偷死,啊,可是到了下半年呢,学位不为,啊,对我的精神和我的压力很大,所以说呢,有时候,他给我提这个问题,提这个说明,我也有点犹豫不决,哎,那就说嘛,就是说我经济条件不好了嘛,觉得经济压力大嘛,对,慢慢处着呗,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没跟我说他投资的时间,他投资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他光是描绘我, 我们美好的未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啊,我呢,觉得他这样说,不是不结婚的理由,我觉得,他现在,今次越来越不在我身上了,哦,我今呢,也不让我看,您觉得这是借口是吧,嗯,而且现在和原来太多两人,脾气越来越大,我怀疑他外面有别人了,有吗,没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对人家脾气越来越大,没有为什么不让人看, 看手机,所以做什么呢,投资失败了以后,啊,压力大一些,啊,到下半天呢,他一直追我啊,结婚,啊,说这一话,为了对他负责吧,也是为了司机的幸福啊,有时候我想呢,可能还需要静下心来啊,慢慢地去沟通,那你打电话,背着我,在洋台上打二十多分钟,不让我看手机,我问你是跟谁说话呀,你也不说,你光说我不懂,能不能说, 对香港人行吗,不可能说,我看手机,我闻工都能播票じético,是的,她们说话,我看手机有时不mere,如此誓言这里,我在开心的迷 Happiness争生地flow,遛 bung凉 李呜 evangel coordincompl thoughtget有 cancel Origin台?可以 muchas看有关心ra呢 欢迎 Norman,你赶快роде谢谢 gosp requested 在 мож statistic大人把,没什么ix 选择的东西位,哪一个子选择可以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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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呢 那我们就好去好散 还想跟人处吗 还想 我怎么觉得你不想啊 这么什么这段时间 可能我压力大一些 还是能通过这个事业人腿一 慢慢地去好转吧 好转啥呀 一个经济 一个是净身压力 行 我这个时候倒想听听 这个大姐的优点是什么了 在你心里她有什么优点 她的优点 所以一个女人的话 她比较懂事一些 这个懂事的含义是什么呀 第一个什么呢 因为家长离短 考虑比较走道 所以什么呀 对我呢 可能事无举习 考虑的也比较习致一些 照顾的好是吧 对 我们考虑的 这是我认可的 听明白了 再问你一句 为什么一定要跟她在一起 因为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 她也给我描绘了我们未来 你们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让我们有一个温馨的家 您跟我们描绘一下 我原来曾经受过伤害 她呢也挺关心我 脾气也挺好 主要是 那时候吧 就是说以后我们每年都出去旅游去 然后呢 相伴到老 我作为女人吧 这是给我的最好的承诺 就在您这个离异之后 还谈过恋爱吗 还是就谈了这一个 没有 好 离异多少年以后认识的她呀 有四年了吧 着急结婚是为什么呀 我是想我们年龄也不小了 这一个呢 我觉得她挺适合我的 她哪几年适合您呢 她是除了就是下半年变化成大 刚开始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一直抱着那个梦想 也就是说 您现在想嫁的是 刚开始认识的那个人 是吧 是 并不是下半年呈现在你面前 那个抽烟喝酒不回家 干什么去了 也不跟您交流 跟我说 是这意思吗 对 行了 事就是这么一个事了 相处不到一年的一对中年人 女方期许着一段美丽的婚姻 男方现在似乎没有做好准备 所以女生想要一个说法 好则何之 不好则好散之 是吧 来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雷女士 王一生不会跟您结婚的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都享受着自己 这样的单身状态 王一生我们看 形象上加 而且一直活跃在各种群里面 我相信只要他愿意 他身边应该不乏一心伴侣 但是他都没有结婚 他根本就不想结婚 这个对象无论是您 还是不是您 而您也知道他这样的状态 他有各种各样的 在您看来的借口 可是您依然想要个结果 是因为说 最开始的时候 你承诺我了 怎么怎么样 我要告诉您的是 雷女士 所有的追求过程当中 或者是热恋过程当中的承诺 都只能打一折听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忘掉那些 你们曾经的风花雪月 看清眼前这半年 你们相处的现实 你所有的关心 他觉得是虚导 在开始 你是一个懂事的女人 他愿意和你在一起 但是现在您所有的做法 在他看来 都已经变得不那么懂事了 发那条朋友圈 我暂且不论 他是真的去相亲了 还是组织者 因为我们无从判断 但是从他发朋友圈的状态 屏蔽你 然后你的朋友 又给你打电话来讲 说明朋友们 看到这条朋友圈的时候 感受到的 其实是他在 宣示自己的单身状态 对于性挽着自己的胳膊 非常的泰然 没有你的存在 夜不归宿 没有合理的解释 没有你的存在 所以我不知道 您今天是来要什么的 其实今天反而 要做选择的是您 就是他在不给你一个 婚姻状态的时候 你是愿意和他继续交往 还是和他分手 刚才他说的那句话 是真心的 就是还想处吗 想 前提条件是 在你不逼婚的情况下 他愿意有一个懂事的 异性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仅此而已 我希望您能听明白 祝福每一位 谢谢 大姐 你说他 需不需要你 我觉得他需要你 但他并不想把一切都交给你 就说白了 一个人如果真的要和另一个人结婚 在投资啊 像这些事情上面 怎么会 不是两个人商量着办 像借款啊 这样的事情 怎么会不是两个人商量着办 未来的事业的规划 怎么不是两个人商量着办 要去组织什么相亲啊 什么事儿 怎么会 你就会不知道呢 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需要你去照顾 他生活的另一部分 不希望你涉足 那你刚才一再提起说 你追我的时候 给我描绘的生活是那么好 那么好 那么好 为了追求 描绘蓝图 这个承诺是很轻易许下的 但是 他又没有勇气去承认 我不愿意遵守这个诺言 他没勇气去承认这个 你知道吗 大姐 如果你认为结婚重要 就找一个能结婚的 求人得人嘛 不就是那么简单吗 快五十岁了 还活成二十岁时候 对爱情的天真 我觉得就是你们的问题 就这样 好 来 那我说 还没抓紧 我说 我 我 找你 有点 没 需要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没有说是她的原因 那你自己想的答案是什么呢 你没有思索过这个问题吗 当时曾经也想过 我觉得她这么多年来 也挺不容易的 没有遇到我应该 更好的对她 你认为你就是那个终结者是吗 你认为她这么多年来 一直等待的就是你 是吗 那你现在交往了一年之后 你还认为你是她那个 等了几十年的女人吗 现在很伤心 很失望 很失望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她不是这样的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一个在外面流连往返了几十年的男人 你凭什么把她带回家 我觉得用我的真情 凭你的真诚 能挽回她 好吧 你呢 空有一番真诚 但实际上别人并不把你的真诚当回事 咱们尊重自己好不好 咱们能不能给自己一点面子 我非常理解你心里想 大夫眼镜文质彬彬 谈起事情来谈笑风生 而且有一定的朋友圈 但是你要想 你凭什么能够把她带回家 你无以为凭 那就算了 大哥 咱们能不能不因为别人老是 单纯 我们就一味着拖着不给答案 能不能不这样 咱们就实话实说 其实一个人自由也一样 可以获得别人的尊重 因为这是你人生的选择 但是我也尊重别人的真诚 对不对 就这样 我觉得一个人 憧憬美好爱情 哪个年龄都不为过 而且都应该有这样的憧憬 但是 即使是憧憬美好的爱情 你也得看清楚 这段美好爱情的 那个对象是谁 人家是不是跟你共赴美好的年龄 是不是心里都有了 真相其实早有了 所以两位 各自安好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曾经与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那时候我年轻不知道珍惜对方 现在年龄大了 认识了你 我想好好的珍惜 我也想我们有一个 相互的依靠 就像你说的那样 我们有个家 我们能相伴到老 但是 你现在不想跟我结婚 我是被那结婚的目的而来的 我是要有个结果 来 请亮灯 我们男女嘉宾一起打开 君乐宝长知识了 爱的记忆箱 来 来 来 把这记忆收一下 看来是什么 这个您在里面放的什么记忆 我给他放的是银行卡 因为我让他说的一话 也应该明白 我现在给不了他一个 结婚的一个 明白 就我可以把什么都给你 但是对不起 我给不了你婚姻 您这是什么 这是我给他的银皮糟 去年的时候他生日礼物 但是因为那天 他躲着我 没有和我一块过生日 生日都没送过去 没送过去 接今天的机会吧 送给他 不管以后结果怎样 对我来说 也没什么意义了 留在我这儿 行吧 谢谢两位啊 谢谢你们分享 你们曾经的记忆 来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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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回去好好想想老师们的话 梳理一下生活好吗 谢谢您 请回 谢谢您 来 来